電視節專頁 我們這次我們帝國外人的團隊 就創建了粉絲專頁 叫帝國外人粉絲專頁 就是我們會在我們一路上的旅途中 我們都會上網,上傳我們的 就是,比方說我們今天又做了哪些蠢事啊 或還是今天又遇到一些哪些好人好事 就是會上網,就是分享影片、照片 還有文章給大家就是 可以就是 就知道說我們最近又做了哪些事情 就關心我們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整個旅途當中 我們就會拍一個比較大型的紀錄片 就是紀錄我們日常生活發生一些事情啊 比方說我們可能會吵架啊 可能就是 也有很開心的事情啊 就是 像說就是我們藉由拍的這個紀錄片 就是跟大家傳達 除了說就是紀錄我們 就是旅途上的點點滴滴 也可以跟大家說其實 完成一件 你夢想中的事情其實沒有那麼難 就是其實只要你想要去做 其實 一切就是 很多東西都可以迎刃而解 只是看你想不想去做 就是不要讓你的夢想只是一個夢而已 好 好 就是大概是這樣 我們會遇到很多多變的氣候 我覺得 反而我沒有那麼擔心 我覺得這一切就是讓它發生 然後我去就是適應它 那當然就是這一次的服裝也很重要 那我們也很感謝 這一次提供的一個服飾 是讓我們能夠適應這一整個就是極端的 然後正常的氣候下都可以運用自如的服飾 然後讓我們很舒適的完成這趟旅行 那至於說十天沒有辦法洗澡的話 我目前真的還蠻擔心的 這樣講到 因為我目前好像只有三天沒有洗澡就受不了了 我很受不了頭髮油啊身體黏這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那我覺得其實有準備應該就可以化解 那剛剛團員有說就是頭髮油的話可以用肺子粉搓搓搓搓 然後它可以吸掉你的什麼油分和水分 就不會讓它這樣就是讓它看起來塌塌的啊油油的 或者是說清潔的問題可能就帶一些比較醫療 醫療用的一些飾紙巾吧 對我覺得可以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的 重點是這樣的環境就是會讓我們 就是讓我們知道自己的極限其實在哪裡 我覺得其實不管怎麼樣攔不住我們 對 那在這一趟旅程中當然我們會有DV會拍攝紀錄片 那也會有相機拍攝很多美夜照片 然後當然我們也有一些錄音的設施 就是很簡單的錄音的設施 然後可以記錄我們的聲音什麼的 可是在就我個人來說 我不是一個非常喜歡用外在的事情來記錄事情 外在的事物來記錄事情的一個人 因為不是說討厭 而是沒有特別的去嚮往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影像或者是照片等等 就是有任何記錄下來的東西 總有一天會不見 或者是它可能還存在只是我找不到它 那如果我把我的就是思念跟記憶 依靠在他們身上的時候 那哪一天我找不到他們 我是不是就很容易失去那樣子的回應 所以我覺得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用心去體會用心去記憶 用心去感受那樣子的情緒的時候 我能夠我不依賴那些道具 而反而可以更深層的把這些記憶 存放在我的心底 我覺得那才是我用來記錄我的人生 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他說我們是台灣唯一一隊參加 那其實當初在我們規劃行程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跟去年的參賽者開過一次會 那其實本來台灣今年有蠻多人想要參加 我記得那時候有七隊還八隊吧 但最後只有我們成型 我覺得也是真的是因緣際會之下 就是命運把我們抽在一起這樣 真的是很多奇蹟的出現 對啊然後如果我覺得覺得我不能 稱我為團長可能不太合適 就是其實我只是把大家抽在一起 就有點像是打個比方好 大家有看過復仇者聯盟這部電影 對啊那時候就是美國國家發生危險 那時候我可能就扮演一個 國防部長的角色 就是徵召鋼鐵人 浩克這樣出現 所以其實大家辦事能力都比我厲害很多 對啊然後大家負責的領域呢 像我自己是負責人 因為我之前去過一些比較奇怪的國家 就簽證比較難辦 所以我自己就負責一些簽證的辦理 還有詢問英國主辦單位 一些處理事情的deadline 或一些事項之類的跟他們 也沒有來回詢問這樣 然後呢我們的另外一個團員 馬來西亞人羅傑 他是負責路線的規劃 就是從他找到每個海關怎麼走 我們過不過去啊 然後整條路線總共多長 會經過哪些國家哪些地方 對然後他後來也負責哈薩克的簽證的辦理 對然後呢另外一個團員 我們李經緯Brian 他是負責我們的處理車子的一切相關的事情 對像是買車啊 然後車子要怎麼選 然後去跟人家接洽這樣 然後他也負責 他是我們的總務 對我們就把錢全部丟到他的戶頭 然後看他要怎麼去處理這樣 對然後另外一個團員 就是唯一的女生 Phoebe王韻如 他是負責做我們的公關 我們的行銷企劃這樣 他把我們的理念告訴各個公司 然後尋找我們各種合作的可能這樣 對所以其實大家辦事能力真的都是蠻厲害的 對然後我們這輛旅程呢 我們7月3號 Phoebe他是6月21號下午就會先到英國 處理一些簽證啊車子的事情 然後我們三個男生是7月3號的飛機出發 7月4號會到英國 然後我們在那邊會一樣處理一些行情的事情啊 檢查車子檢查行李裝備這樣 然後我們的預定是7月14號從英國倫敦出發 對然後慢慢我們會先搭渡輪到 然後一路經過德國 然後捷克 然後羅馬 欸什麼 我想想 匈牙利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土耳其 喬治亞 俄羅斯 哈薩克 中國蒙古之類的 其實 形成這種東西我覺得是 到那時候一定會一變再變 對所以我們雖然是規劃是這樣 可是大家也知道人生不可能一路順遂像你規劃這樣走啊 像剛才正傳說過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遠不知道你下一顆吃到什麼口味 對所以這樣才算是冒險嘛 對所以我們路線規劃是這樣 可是到時候大家請密切注意我們的Facebook 我們會有GPS追蹤 那如果看到我們卡在一個地方 超過一個禮拜 那就請趕快通知政府來救我們 帶你 JK box